这个队伍确定是来欢迎生存的吗 这才刚刚开始挑战就打跌到一头羚羊 接下来的几天都不用出发打叶了 反观另一个队伍一直在挨饿 只能靠着吃树叶来维持体力消耗 如果给他们知道 另外一个队伍正在吃香喝辣呢 估计要被火生生气死了 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呢 首先出场的是翠花姐妹 大的叫翠花 小的叫小美 两姐妹长得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99%的相似 从出生到现在 都是形影不离的 大姐干什么事情都会带上小妹去 真的是羡慕这两姐妹的友谊 节目组给这两姐妹的评分给到了7.5分 接下来出场的就是钢蛋兄弟 肥一点的叫做钢蛋是哥哥 另一个顺一点的叫做小帅是弟弟 虽然两人没有一开始姐妹那么像 但是就凭头上的发型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兄弟了 弟弟直言不讳的说 钢蛋就是有体力没脑子的莽夫 为了防止他太早被淘汰 选择这一次加入还以生存挑战 哥哥在另外一边 说总得有人来照顾弟弟嘛 虽然不知道两兄弟谁说的是真话 但还是希望钢蛋兄弟能够挑战成功 另外一边的翠花姐妹 已经在检查生存装备了 分别带了砍刀 弓箭 一口锅 打火石和地图 两姐妹掏出地图 就开始寻找水源 确定了方向之后 就朝着水源出发 两个队伍分别要在各自的领域生存10天 第11天前往队伍集合点 再生存10天 雀花姐妹前往的领域经常有豹子和猎狗活动 钢蛋兄弟的领域就在大象和犀牛领域之间 尤其这个季节还是大象和犀牛的交配季节 钢蛋这边刚检查完装备朝着水源出发 看着钢蛋两人皮肤反光的程度 不难看得出这里的温度是真的很高 走了几个小时 总算是找到了水源 两人小心翼地靠着水潭生怕一头动物猛地蹦出来 把周围的环境检查一番之后 钢蛋兄弟就打算寻找搭建庇护所的地方 很快他们决定在水源旁边树下搭建庇护所 就这样把树下的杂物清理干净 然后两人也把庇护所的围栏给弄好了 不得不说 从小培养的默契就是不一样 另外一边的翠花姐妹也是成功的找到了水源 这时两人都渴得喉咙冒烟了 来到水潭边打上一壶满满的水 然后翠花两人随便选择了一片平地就开始生活 经过配合之后顺利地把火给点燃了 妹妹小美赶紧把水丢在火里煮沸 翠花则收集搭建庇护所的材料 经过冷却之后 两人总算是喝上了水 也蹲在庇护所里生活 他们把大象的粪便撕成一条一条的 还真别说 钢蛋就用了一把火直接点燃了 两人兴奋地互相激扬鼓励 还没有享受过火焰的温暖呢 一头犀牛就在水边傻傻站着 钢蛋兄弟躲在庇护所里大气都不敢喘 镜头一转 翠花这边的庇护所附近全都是动物的叫声 要知道这时 天都还没有完全的黑 水潭边上更是还有羚羊在喝水 我知道翠花这个时候在想什么东西 她绝对在想打猎到一头羚羊 但是因为庇护所外面实在动物太多了 只能选择放弃这种送死的想法 很快两人就躺在庇护所里睡觉 结果附近的豹子 呼噜声把他们给吵醒了 两人被吓得马上坐起来 感觉到豹子就在庇护所门口 翠花赶紧大声吼叫 幸好豹子被吓走了 两人紧张到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反光刚在兄弟这边没有那么刺激 只有一头犀牛老是在他们的庇护所门口晃悠 没办法 两兄弟只能坐起来观察那头犀牛 一直到了早上 那几头犀牛总算是走了 刚在赶紧趁这个时机去打水 来到水潭边 就有一头犀牛的脚印 她赶紧把水壶装满 就回到庇护所 然后这两兄弟就这样一直干等着水烧开 这时的翠花正在打算出去受力 小美试图用弓箭试使力道 两人把东西收拾好之后 就外出狩猎了 他们来到水源边的一棵树上 利用树枝隐藏两人的身影 还贴心的给空间保留了射箭的空间 就这样翠花两人就在树下等着猎物出现 这时一头野猪出现在水潭边打滚 就当翠花准备射箭的时候 野猪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东西 赶紧朝着另一边跑去 也就是这时 一头豹子匍匐朝着野猪前进 每一会儿的功夫 从里里传出了野猪的好叫声 目睹这一气的两姐妹就只有抱怨了 另外一边 钢带兄弟也在水潭边打电 这时的小帅拿着弓箭瞄准好野猪 他看时机成熟 赶紧把剑射出去 小帅赶紧叫上钢带 寻找野猪的痕迹 两人在一块沙地上 发现了野猪的血迹 他们都不敢相信 野猪居然能跑这么远 掩着血迹 照了一会儿愣是没有找到 没有办法 钢带两人只能选择放弃了 时间来到了挑战的第六天 翠花两姐妹还在那个熟悉的老六位置 他们觉得这个藏身处不够隐蔽 于是把前面和后面都加上了更多的树枝 这时一头落单的羚羊出现在水边 小美感觉时机成熟 赶紧朝着羚羊射了一箭 这一箭稳稳当当的射中了羚羊身上 两人赶紧跑过去 检查伞在地上的血迹 最后沿着血迹 成功的在草丛里发现了羚羊的尸体 翠花当场就给羚羊来了一个开膛手术 把肝脏逃出来就咬上一口 妹妹小美也跟着姐姐咬了一口 羚羊的内脏就被这两人扯得满地都是 翠花两姐妹就把羚羊当成背包一样背在身上 回到庇护所 把羚羊肉分别丢在不同的树上 把一部分肉就切割成肉片挂在树枝上 他们想要把一部分肉片晒成肉干 一会儿的功夫 两人就吃上了想朋友们的羚羊肉 反观刚那这边还在剪大象的粪便 他们只能挑着粪便里的白衣吃 跟翠花两姐妹比 那简直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 这时的天也要黑了 晚上翠花他们庇护所附近有猎狗的叫声 两人怎么可能睡得下去 只能警觉地看着外边的猎狗 最后顺着猎豹也来菜上一脚 但是还是被他们给赶跑了 时间了到第九天的早上 翠花出门检查丢在树上的肉还在不在 很幸运的是树上的肉并没有少 打完水回来 小美就看到姐姐正在弄肉吃 到那兄弟这几天 全凭着意志力顶着 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 这时蹲在老六位置的小帅 发现了一头羚羊 赶紧跑去羚羊的附近 把弓箭拉满 就朝着羚羊舍进 那只剑满满当当地插在羚羊身上 小车赶紧沿着血剑 找到了躺在地上的羚羊 迟迟赶来的钢蛋 看到地上的羚羊 想到终于不用吃大象的奔变了 两人在一个小沟里 把羊羊开膛破肚 原来他们打算把肉丢在土里 很快两兄弟手上拿了一串羚羊肉正在吃了 时间终于来到了第十一天 翠花姐妹为了以最好的美貌 见钢蛋兄弟 还甚至把头给洗了 又晒钢的羚羊皮 做了一双鞋子 钢蛋兄弟把火种集中在水壶里 就朝着集合点出发 两个队伍最终在一堆石头前捧面了 他们看着对方都是两个人很开心 正是钢蛋 注意到翠花他们拿了一个黑羚羊的头骨 瞬间觉得自己打猎的羚羊惹爆了 四人拿出地图 寻找着附近的水源 确认好方向之后 就朝着水源出发了 很快四人决定在干旱的河床 搭进庇护所 俗话讲得好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没花多久的时间 就把庇护所给完成了 旧花生是柴火的时候 发现了一头跟巴掌一样大的蜘蛛 两姐妹都被吓了一跳 到那赶紧把蜘蛛抓起来 丢进了火里 时间一下子来到了晚上 这个时候的四人在开篝火挥闹 可惜没有跳舞这个环节 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么冷 跟之前的庇护所比完全不一样 时间来到比赛的第12天 他们这个时候实在分配肉干 然后两个队伍就开始加强并护所 比如说翠花两姐妹的并护所 还挺好看的呢 刚那儿他们的并护所 就比较大的脸脸料 之后四人就坐在一起 讨论后面的计划 这时的刚大说 明天打算外出狩猎 怎么也不能给他们兄弟丢人嘛 时间来到挑战的第17天 四人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东西了 这时的刚大成为全村人的希望 等了几个小时 水边来了两头羚羊 他蹲在水潭旁 瞄准其中一头 拉满弓箭 就朝着凌羊射去 就这样刚大成功的狩猎到一头羚羊 他赶紧把队友都叫过来 炫耀一番 把羚羊挂在树上 分割他的肉 刚大拿着羚羊的蛋蛋 就吃了下去 还叫上弟弟吃另外一颗 不得不说 这两人的爱好还真的挺特别呢 回到庇护所的四人 终于又有肉吃了 时间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天 四人坐在水边 就开始讨论撤离的路线 回到庇护所 就开始分别做武器 打开地图 确认撤离点的位置 就朝着节目组的撤离点出发 刺眼的太阳 把翠花晒得 头晕眼花的 路上还发现 比拳头还要大的豹子脚印 幸好他们人比较多 不怕豹子 走了几个小时 他们终于看到 节目组的撤离车辆了 四人成功的登上撤离车辆 恭喜他们挑战成功了 翠花两人觉得 这种挑战太有意思了 下一次他们还要来挑战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我 下一期再见吧 再见